我再複習一下,所以你要DEMO,就是先彩排嘛 1.有不要放這邊 2.點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3.向下填滿,這樣就OK了 就產生一個聚齊了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有不要放外面,點一下 關鍵是Ctrl Shift向下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Ctrl Shift向下,我用這樣選可不可以 這樣選 他錄下來結果是OK,可是有個差別 就是將來如果你這邊的資料有增加或減少的話 那你用Ctrl Shift向下這個方法,他會自動去調整 但是如果你用滑鼠去選 那你資料如果有增加或減少,他不會跟著變動,差別在這裡 那當然理論比較推薦一定要Ctrl Shift向下,因為 將來的資料理論上都會有變動 所以你就要用對的錄製方法 那我們第一個彩排過了 再來就錄製聚齊OK,就點這個喔 所以開發人員這個記得把它打開來 錄製聚齊就有點像喔 開始錄影了喔 OK然後就 有點像那個導演 喊那個 這個 無視三 CAM就開始錄了,你又不要錄錯了 把那個剛剛動作再做過一遍 所以按錄製之後的話,第一個給他名稱 那名稱也許叫什麼 截取 或者叫什麼 叫刮鬍自竄聚齊好了 反正這個名稱的話,你可以自己取 自己想 取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就是要把那個刮鬍的字串喔 錄下來的一個聚集 我這邊底線加一個聚集好了 OK然後這樣的話呢 記得這個 你可以用符號,但是記得 只能用底線 你不要用這個減號 這個不行 OK,只能用這個 underlight 底線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 開始錄製 那錄製動作的話 你就把剛剛的動作 再反 再做一遍喔 你不要做 錯喔 OK,按確定 一,優標放這裡 二,把它 再點上面的資料編輯打個勾就可以了 三的話呢 就是 快點兩下 好,錄完了喔 其他動作就不要做 你就停止錄製了 OK 再來第二個按鈕是什麼 我們清除 所以呢,一樣錄製去期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清除好了 OK 清除喔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就開始了 一,優標放這裡 二,Ctrl-Shift向下 三,按Delete 好了,錄完了 停止錄製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OK 其實你可以檢視去 這個有沒有 檢視去期 會有兩個 這個跟這個 就我們剛剛錄下來的 你可以按執行它 有出來了 如果要清楚的話呢 再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其實錄製去期大概就是這樣的動作 執行 沒有問題,但是因為現在這樣執行不方便 你要點這個聚集才能執行嘛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旁邊增加什麼 增加按鈕 所以按鈕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從哪裡呢 從那個 一樣開發人員旁邊有個插入 按鈕OK 然後在這邊呢 拖拉出兩個按鈕 把那個 剛剛的聚集 變成所謂的按鈕 OK,那我們就比較方便就按它 所以按下它 然後 點一下那個按鈕 拖拉按住不要放 大小你自己決定 然後選這一個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確定一下 然後這個按鈕 把它改成我們那個聚集名稱 這樣比較好辨識 那大小 這個按鈕當然呢 你可以再重新做一個 不過大小會可能會不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這個按鈕直接複製 直接貼到底下 為什麼呢 因為貼的會跟上面一模一樣 但是你必須修改 怎麼修改呢 按右鍵 重新指定就可以了 重新指定聚集 然後把它改成叫清除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剛剛的動作 就不需要再到這邊去執行 你就按這邊就可以了 清除 按下它 清除 OK 那最後當然 我前面還有講過啦 就是說呢 你可以到Visual Basic 裡面看一下 來把它縮小一點點好了 那其實你的程式在哪裡呢 基本上 它會是放在這個 模組裡面 有沒有 Module 1打開來 其實就是這兩個 一個Sav 這一個 錄下來的東西 當然 我前面有講過 請你自己再加上註解 註解就是單引號開頭 比如說第一個動作 我游標放在 B2 上面 它也會產生一個叫 arrange B2.select 的一段 一行程式 第二個呢 我就輸入公式 第3個呢 我就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就是像 這一段 其實應該都可以理解 因為它裡面 都是 一些比較 淺顯易懂的英文 selection 就是選舉區 Auto fill 自動填滿 到哪裡呢 這個範圍 OK 其實這一行 再把它select 其實這一行 甚至可以把它刪 因為這一行應該是沒什麼意義啦 主要就是123 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你就自己再把清除動作 清除動作也是一樣 加一個1 1是什麼呢 選取它 2的話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3的話就是 按Delete 所以 另外還有一個 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 有些VBA程式 假如說你將來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錄下來 把它貼到 你想要放的那個程式的位置 它也會 做出一樣的動作 OK 所以有些程式不會寫 其實或許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把它 錄一 錄一小 幾個動作 然後你就把你要的程式 把它再拼拼湊湊 它其實也可以 全部又再幫你跑過一遍 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幾個動作 一先彩排 二 錄製聚集 錄兩個 並且把這兩個變成兩個按鈕 然後最後記得加上註解 註解你也 除了可以從 VBA可以從編輯裡面找 這邊 字態小還記得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這樣去修改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錄製聚集 然後把它變成按鈕 再加上註解 大概會有 三個動作 錄製 按鈕 跟 加註解 OK OK